感谢主 新的一个礼拜摆在我们的面前 我们也有充满的信心 这个礼拜必是美好的一个礼拜 感谢主 我们靠着那加举力量的 我凡事都能做 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马可福音 请你翻开二章 马可福音第二章 十三到十七节 我们一起来读十三节 耶稣又出到海而言去 众人都救了他来 他便教训他们 耶稣经过的时候 看见亚勒菲的儿子立位 坐在碎棺上 就对他说 你跟从我来 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 耶稣在立位家里做喜的时候 有好些税吏和罪人 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做喜 因为这样的人多 他们也跟随耶稣 法利塞人中的文士 看见耶稣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 就对他门徒说 他和罪人并罪人一同吃喝吗 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 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我来本不是遭遇人 乃是遭罪人 耶稣听见他们这样议论 就说 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那今天我们要来分享一个题目 就是谁是有病的人 那耶稣说 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那医生的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对病 有的意思是说 对病的人才是有用的 那医生对健康的人是没有用的 也没有用的 那你看见 我们的主耶稣的使命 那这个对罪人是没有用的 他说 这个我来本是要遭罪人 不是要遭义人 所以耶稣的使命 对罪人是有用的 可是对义人就是没有用的 那问题是 谁是罪人呢 谁是康健的人呢 那有义人吗 没有 圣经告诉我们说 罗马书三章第十节 说没有义人 连一个也没有 可是有一些人 他却自以为是健康的 其实他不一定真的健康 可是呢 因为他认为他是健康 所以他不会去找医生 所以医生对他是好有用处的 那有人呢 自以为是义人 其实他不是真的义人 所以他也不会觉得他需要救主 那问题就出在这里 那弟兄姐妹 不以为有 自己以为健康的人 可是当然他不想着他有病 结果等到病发作的时候 他已经来不及了 是不是 很多人就是这样子 你别看 哇他很健康很健康 可是呢 忽然间他就走了 那原因是什么 因为其实那个病并不是不在 可是他自己不晓得 他自己不以为他自己有病 结果呢 结果他就不会去找医生 就不会找医生 所以这个健康检查很重要 很多的人就在健康检查当中 才发现原来他自己有很严重的病 他就赶快去寻求医治 那他就 最后他就能够得到医治 可是如果他不知道 脱脱脱脱到最后 等到发病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那我们看见这些法利赛人 他们自以为异 他们自以为是健康的人 所以他们不会去找医生 也不会去找救主 那弟兄姐妹感谢神 当我们呢 我们谦卑的承认 我自己是有病 我自己是有罪的人 那弟兄姐妹你知道 我们就是耶稣的对象 阿们 弟兄姐妹感谢主 感谢主 如果你自以为你是 你是艺人 你自以为你很健康 你就不会来救进耶稣 所以弟兄姐妹有人说 哎呀你们教会呢 都是那些有需要的人 都是充满 都是很可怜的人 我说是啊 只是你不晓得 你自己也是很可怜 所以你以为你很棒 结果你就自觉于 那个耶稣基督的救恩 救恩的门外 那弟兄姐妹感谢主 你知道企业恩典 那个坐子 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贩卖奴隶的一个人 那直到他自己 他就是一个 非常放荡的一个人 直到有一天 在一个很特别的环境里面 他自己也被 成为一个奴隶 被人出卖 他也变成奴隶 他才发现 他才开始 寻求一声 那弟兄姐妹 他写的那首诗歌 祈以恩典 祈以恩典 像我这个罪人 像罪人如我 也能够蒙到这样的恩典 因为他认识了 他自己是一个罪人 他认识自己是很深很深的 认识自己的罪人 他就知道这个救赎恩典是何等的伟大 在教会里面呢 我们看见 每一个人都知道 我们都是罪人 但是每一个爱主的人 却不一样 却不一样 那弟兄姐妹 这跟我们的 对我们自己的认知 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 如果你觉得你的病很重 所以耶稣医治你 那你就会 你就会非常的感谢耶稣 但是每一个人的感觉 真是不一样 有一天 耶稣到了这个 法利赛西门的家里做客 因为耶稣医治好了 这个西门的病 西门的病 结果西门就接待耶稣 可是耶稣到了西门的家里面 西门对待耶稣 却是爱理不一 可是这个时候有一个女人 这个人就是摩达拉的玛利亚 耶稣从他身上赶出 一打鬼的一打的鬼 那他就打破香膏 就高耶稣 那这个耶稣的 就用高耶稣的 用眼泪 这个 他一直哭一直哭 这个低似了耶稣的脚 就用他的头发去擦 那弟兄姐妹 这个不简单 你知道 姐妹 你们大概知道 你们的头发是多么的宝贵的东西 你知道他就是这样子对待耶稣 那西门就 也是那天很不高兴 这个人是一个罪人 难道耶稣你不知道吗 耶稣说 你知道他叫西门 那耶稣就告诉西门 他说你知道 这个一个人 一个人欠这个主人五两英子 另外一个人欠五十两英子 他就问西门说 哪一个人会更爱这个主人呢 更爱主人 他说当然是欠多的 他说对 就是这样 你以为你欠的比较少 所以呢 你对我是这样 我进来的时候 你也不管 也不为我打水洗我的脚 但是这个女人 他认为 他欠耶稣是五十两的英子 他就极爱主耶稣 愿意把珍贵的香膏抹在耶稣的身上 那弟兄姐妹感谢神 我们对主认知多少 我们对我们自己认识认识多少 保罗在年老的时候 他说耶稣基督降世 为要拯救罪人 他说这话是可信的 是十分可佩服的 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 那弟兄姐妹 他说 然而我还蒙了怜悯 那弟兄姐妹 那保罗为什么一生就在这样子 全心的为 他说我活着就是为基督 我活着就是为着完成基督所托付给我 他为什么这样拼死拼果 一辈子这样子为着耶稣基督 因为他觉得他是个罪魁 他蒙了这么大的怜悯 这么大的怜悯 尼多圣弟兄在他的遗物当中也找到两个字条 里面有一个字条就写着 他说我相信耶稣基督是 同女同真女玛利亚所生的 道成的肉身 实在为我的罪 实在实在架上 我说我的天啊 这么一个伟大的人 他们的遗言是什么 他们又讲说 我为主受了多少的苦 我为主做了多少事情 他什么都不提 他只提耶稣为他做了什么 对弟兄姐妹感谢神 我就看见 很多的人并不晓得 耶稣在他生命里面 对他是有何等的重要 弟兄姐妹 你珍惜你的主吗 你爱你的主吗 你愿意为你的主摆上多少 其实是根据你对你自己的 你对你自己的状况 有没有一个真诚的认识 很多的人 甚至还以为 他在教会里面服侍主 还好像是给主一点恩惠 好像要主要给他谢谢才行 不过弟兄姐妹 感谢神 有一天你就会知道 我们所有 我们今天可以有份 有权 有纪念 在神的国度里面 我们真的是 真的是要充满感恩的心 我们没有一个人配得到 弟兄姐妹 所以这叫做 才叫做恩典 弟兄姐妹感谢主 今天我们要进入恩典之门 那你一定要认识 耶稣来 他说 健康健的人 又不找医生 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真知道 我们是一个有病的人 我们就是耶稣 所要寻找的人 所以弟兄姐妹感谢主 让健康的人 让自己以为是健康的人 让他继续做他们的 他们的康健的人 那弟兄姐妹感谢主 我要做主 所要寻找的人 我要做主 所要施怜悯给的人 让弟兄姐妹感谢主 主与你同在 今天必是美好的一天 开始走 这一个礼拜 必是在主的恩惠和慈爱的里面 谢谢主 阿们 阿们 阿们